接着来看校园内传出的好消息 说海市学校参加全国高级中等学校 海市水产类科学生记忆竞赛成绩辉煌 获得了七座金手奖 另外养殖科还有渔业科 更勇夺了团体冠军 今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 102学年度海市水产类科学生记忆竞赛 11月5号到7号在台南海市举行 说海市今年一共派出了轮机 渔业水产食品水产养殖 以及船舶机店五类科选手来参加比赛 学生表现可圈科店成绩辉煌 荣获了七座金手奖 养殖科以及渔业科勇夺了团体冠军 而食品科则是季军 总成绩比去年还要来的进步很多 我们这次所获得的奖项 我们包括团体组有两项是团体的冠军 包括本校的渔业科 还有我们的水产养殖科 这两个科 还有另外团体成绩方面 还有水产食品科 是获得了基金这样的一个成绩 获得这样的一个成绩里面 我们包括全部 南瓜七座的金手奖 而且同时我们有五位同学 他们的名次个人奖项都在前三名以内 可以直接保送他们第一次院的国立大学 继续深造就读 就在学校读书 然后在家里也读书 每天读书 那你觉得你的优势呢 优势 因为正选就是从暑假就可以开始读书了 所以我读了比较久 想读基隆的海洋大学 你的目标以后的目标愿望是什么 然后看可不可以继续读上去 读研究所 获奖的选手将可取得既优保送国立大学 以及推荐针士加分的机会 校长何佩玲表示 在各科专业教师认真教导训练 以及选手的积极努力之下 技术日益精进 选手们均能呈现最佳的斗志 争取连续两年 均获得七座金手奖的辉煌成绩 更为学弟妹奠立了优良典范 宜蘭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 至续